准备工具 单体泵分解后 中心孔研磨工具插入可体中心孔 若研磨工具直径与中心孔不匹配 中心孔研磨工具可上拉杆布旋转手柄 调整至合适直径 插入可体中心孔 旋转工具进行研磨 研磨好后使用风枪吹去铁蟹 研磨后中心孔会变大 需更换合适的阀心 取出单体泵泵喷嘴追面研磨工具 若研磨位置与追面不匹配 可旋转追面研磨工具感不调整 旋转有空隙时 需要轻轻敲入 插入可体 按压旋转 研磨好后使用风枪吹去铁蟹 研磨后 需按照铁生成和空气鱼系标准数值 测量方法 装入阀心 使用堵头垫住阀心 放上咸铁板 放上咸铁板 抿入螺丝 拿出堵头 放上咸铁垫 取出组装好的P7表作和千分表 放在效铃块上 千分表归零 手指按压住阀心 放上P7表作 测量咸铁生成数值 标准数值为0.11加减0.01毫米 若测量数值不对 需更换咸铁垫 放入堵头 手指按压住堵头 放上P7表作 测量空气鱼系 标准数值为0.22加减0.01毫米 若测量数值不对 需更换堵头 取出堵头高度测量工具 放在效铃块上 千分表归零 测量堵头高度 找出合适堵头 新堵头放入单体泵 使用P7表作 再次测量 直至达到标准数值 测试完成 依次取下堵头 调整垫 螺丝 螺丝 前铁板后 按照单体泵拆装视频 开始组装 试验台上测试单体泵 详情参考 1400单体泵装加指导 开始测试 测试完毕 和打印测试报告